大家好,今天继续来讲解道克洋全集第二弹 BOOGIE,OOGIE,WARTS 但首先,我们来看看官网的更新 和上期的同梦一样,酥是软皮本定装,属于软金装 加上塑料材质的酥皮 只是这次采用的是黄色的塑料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探这本小黄酥 外封包装袋和内附的广告纸都和上期的同梦相似 但大友在推特上提到说在版的左上小贴纸会有些微不同 本书标价3190日币 说到买书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 首先在书店里找了好一会儿 转了几圈找不到 然后店员让我去咨询柜台 柜台人员给我一张采买单 拿着采买单,我去收银台付款 付完款再回到咨询柜台取书 买本书就像在通关 书内夹着活动广告纸和小贴纸 书内夹着活动广告纸和小贴纸 反正不在日本的朋友呢 就只有眼残的份 这是上期提到的大友全集活动印证票 最后也有随书附赠的小贴纸 前面提到这个小贴纸只会出现在出版里 再版就不会附赠 本书页码总364页 尺寸略为长25 宽18 厚2.5公分 和上期的童梦做对比 你会发现 除了厚度和书皮的颜色 尺寸规格是一样的 大友克洋全集都将以这个规格出版 本书收录从1974年至1976年期间 大友克洋发表的15部短篇漫画作品集 此时的大友大约20-22岁 你是不是开始怀疑自己的青春年华去哪了 比较有名的短篇为 1974年发表的《Rookie Oogie Woods》 同年发表的《One Down》 以及改编至《江户穿乱步》的短篇《静地狱》 其中《One Down》和《静地狱》至今未在其他刊物中收录过 这是一本雄心勃勃的作品集 它拉开了之后《童梦》和《阿基拉》的序幕 体现了年轻的大友克洋的非凡创造力 同时略带一点粗状和实验性 寻求新的表达方式 此外《Boogie Oogie Woods》这本书 当时的出版直线油垢 实体书店里很难买到 相比原版的封面 我还是更喜欢这次的全集版封面 《Boogie Oogie Woods》这个名字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美国《爵士乐乐团》 《气象报告乐团》 《Weather Report》 于1973年发表的专辑 《Sweet Nighter》 当中的第一主打歌就是 13分06秒的《Boogie Oogie Woods》 视频开头的背景音乐就是放的这首歌 如果你试着研究一下大友克洋 你会发现音乐元素在它的创作里是很强的 不论是作品名字 或内容里经常出现的一些音乐人的素描 从这本书里 我们可以看到大友克洋最初略显简陋的画风 如何进步成日后独有的细腻风格 同时我们也已经揭秘了 大友全集中的前四卷 让我们来期待下一波惊喜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下期见